其实北京这一次 人大政协二会 实在是让别人昏昏欲睡 里面没有太多的东西 可以让大家眼睛一亮 但实际上上个星期 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总部在加州的硅谷银行出事了 上个星期五 美国FDIC 就是美国存款保险公司 已经全面接手了硅谷银行 这个事情造成全球的关注 股市都在下跌 郭总编 这个银行有这么大的冲击力 有这么大影响 给我们谈一下 这个事情表面上好像已经解决了 上周末美国财政部 美国联储局和联邦储备 储备款保险公司 三方面已经联合声明 就是说接管硅谷银行 而且是提供250亿的紧急贷款 宣布所有人都可以拿走 全部的存款 硅谷银行被申请清盘 就是主要是因为 他们当初也是自己想拿 230亿的贷款作为流动资金 结果他没有拿到 这一下子就链子就接不上了 现在有这个钱问题应该不大了 但是硅谷银行这个事件 反映出的问题是非常值得推敲的 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 就是美国在过去20年的经济 增长最大的动力 我们称为高科技金融模式 就是数据流量加上资金流 就数据流和资金流 就是硅谷加华尔街吧 硅谷银行20多年来 变成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正好是这个概念 08年美国金融危机 是房地产价格下跌造成的 那么这次硅谷银行的清盘 反映的是高科技泡沫的破灭 是高科技金融模式 目前遇到的瓶颈了 过去半年多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 大量裁员业绩下跌 硅谷银行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大批的高科技公司 高管客户 帮助他们进行融资 当然我不认为 这个高科技的金融模式 它会结束 但是过去十多年来 资本高度集中在 高科技领域的情况 或许因为硅谷银行的事情 会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 这个可能是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基本上是除了股东和 无抵押的债务 是要清盘以后 其他的全部都保证 你如果存多少钱在里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可以随时可以提了 闯闯 陈律师 你怎么看硅谷银行这个破产 你觉得会像08年金融危机那样 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冲击吗 您觉得 对我个人并不担心说 它是一个像08年一样 那么规模大的 但是确实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丑闻 这个是要承认的 不像08年那个原因 就是说确确实实的说 联邦 不管是国会 还是联邦政府 在08年这个时代危机以后 还是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措施 要求这种银行 保险业 金融业 采取比较强 比较严格的内部管控的措施 我们在这个做律师的时候 其实就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律师和客户 有一个很强的 这么一个保密的协议的 就是说律师不得 随意披露这个客户的信息 但是就有一个法案是例外的 就是说在金融业的时候 如果律师明确感觉到了 他所服务的金融客户 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是可以报告的 像联邦报备 不受这个律师保护协议 律师这个责任的 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想呢 而且这一次很突出啊 它这个是归附银行 就像刚才郭女士讲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是科技业和这个 尤其是这种高科技业的 这种初创公司 就在硅谷是一个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这样一个新科技的 尤其是和信息科技有关系的 在那个地方 从业人员中有很多呢 包括那些小公司 其实很多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大了 不管是说Google了 微软了 这个苹果了 其实在一开始都是小的公司 实际上是这才是美国的 这也是我们以前强调的 就是说自由世界的那种创新力 这些由小到大的这些公司 那其实在硅谷有很多 我们看到成功的一些公司成功了 但是也有很多没成功 那么这些小公司 在这个初创的时候呢 也是要做融资了 也需要金融服务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担心 它会像08年次代为一一样 它还是局限在这样一个 比较密集 资本密集型的 这样一个小的领域里面 它并不是说像这种房屋了 这种其实影响到房屋贷款了 影响到那么大的这个人们 和那么多人的这种生活 都息息相关的 这个不是的 其实它真正的这个亏损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流动性不足 结果它想套现 因为它没办法 它要把它这个你说的 800亿的国债 去卖掉一部分 因为它现在下跌了 它现在卖就是亏损 所以它亏损 那个亏损其实也不是很大 18亿 18亿 18亿和它2000亿的资产比起来 其实不算多 非常小的一个数字 而且他们去申请一些贷款 但是被别人拒绝了 也是200多亿的贷款去拒绝了 结果这个消息就被渗透出去 就造成了一个几题 结果就一下子出问题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待会可以继续谈 基本上里面全部都是大户 我估计像如果我拿几千块钱 我说我给开个户 估计他们不会理我的 基本上不会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做传统的业务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有钱人 和这个新创企业的一个 交集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放了几千万在里面 那个里面的这个风头的 管投资的部门 会每个星期给你发东西 或者打电话告诉你 说我们有什么新的项目 有一个什么新的公司 它如何如何 未来前景怎么怎么样 你想不想来听 然后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 一堆资金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里面除了钱以外 它还有很多很值钱的东西 很对很值钱的 有些项目它掌握了 它知道它有大量的数据 谁有钱谁有项目 谁有这个有钱 而且是敏感项目 对 非常非常敏感 所以郭总编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硅谷银行 它本身有很多高科技公司的资产在里面 而且也有中国高科技公司 找风头的重要品 它是这个重要品牌了 很多中国公司在那里都有账户 中国公司的高管 个人在硅谷银行也有户口 据说最少有上千人 香港刚才你说了 上次公司它已经公布的 就有16间在硅谷银行有户口 这些户口都不是小钱 都是数百万以上的钱 所以硅谷银行出事对中国有两个直接的影响 第一 这些钱安不安全 是不是拿得回来 现在看来问题不大 第二个就是美国 是否影响美国资金进入中国 尤其是中国高科技行业 这个可能影响巨大 我怀疑硅谷银行出事是美国开始阻断资金流入中国高科技的一个开始 它是一个结果 是中美高科技脱钩和资金脱钩的一个结果 中国现在拼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要取代美国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 另外美国FDIC联邦储备保险公司接硅谷银行 等于是美国政府直接掌管所有中国高科技公司和那些高管的账户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查中国在美国的资金账户 就是国会委员会刚刚推出一些法案 所以硅谷银行 我认为这次恐怕不只是经济事件那么简单